大家好,歡迎收看不負責任熱血君 笨呆與塔卡拉長久以來的一三不容二苦情節 很可能是導致勇者系列中斷的原因 不過呢,天下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最近笨呆與塔卡拉竟然攜手合作 聯手使出撈錢計畫 究竟笨呆與塔卡拉的聯手 會不會讓勇者系列再度重啟呢? 雖然機率十分微小 但我相信很多人還是抱著那一絲絲的希望吧 上集提到 由於我王凱雅節節勝利下 機械四天王只好改變作戰方針 他們開始把目標針對弱小的小戶還有Garion 好在11G早就派遣伯爾霍克貼身部位 讓小戶屢屢化險為宜啊 最近日本上空接二連三發生 均用飛機遭到沾打化的情況 這次小戶等人準備搭乘登山藍車上山旅遊 可想而知 只要小滑在的地方准沒好事 當大家抵達充滿濃霧的山頂車站後 詭異的是 現場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啊 就連小戶的通訊徽章也無法聯繫開 逃無辦法的小戶等人只好先離開車站 尋找可以聯絡家人的方法 就在英太拿出手機打給家人時 卻遭到一輛戰車襲擊 操縱此戰車的是一位沾打化的肥宅 這個肥宅為什麼會被沾打化呢 請因是他太沉迷軍事遊戲 遭到軍中同袍的霸凌啊 黑豬你知道嗎 菜不是該死是罪該問死啊 就算戰爭來了 你也是沒用的廢物啦 嘿嘿 菜笔吧 看了早知道就服替代一陪老人踏青 這樣還可以玩戰爭遊戲又不會被恥笑 那我就讓你領九萬 不 我達成你的願望 讓你隨心所欲玩戰爭遊戲吧 哇 所以最近軍機接連被沾打化就是這個肥宅搞的 他使出吊虎離山之際 故意引開凱的注意 目標就是活桌小戶啊 劇情回到小戶這邊 小戶等人被戰車追得滿山跑 途中栗子及鷹太誤重陷阱被抓了起來 剩下的人來到吊橋邊 墨南卻被橋對面扶擊的直升機給抓住了 現在只剩小戶夫妻站在吊橋中央 慘遭坦克於直升機左右甲擊 跳橋樑吧 小滑 小戶抱著小滑跳入河中 躲過了肥宅的追捕 好在兩人被博爾霍克所救護送到了岸邊 接著博爾霍克意識到敵人的意圖 為了保護小戶 博爾霍克主動迎戰被操縱的大批軍事武器 來吸引肥宅的注意啊 他呼叫兩名手下 鋼獵犬 鋼獵鷹 一起引導了大批敵人集中到一處後 哼 你們中計了 三位一體 此時大博爾霍克誕生在眾人眼前 他立即使用科學忍術分身殺法 再加上必殺 大迴轉魔彈 將所有聚集於此的敵人收拾得一乾二淨 肥宅只好與運輸機化作單眼薩克 現身迎擊大博爾霍克 雙方一陣激戰過後 萬美想到小滬卻在此時誤闖戰場 薩克的劍狀不斷丟著大量手雷攻擊小滬 大博爾霍克只好優先捨身保護小滬安危 好在我王凱雅終於趕到現場 以氣暴碎飛拳制止著薩克致命的偷襲 正當我王凱雅準備引戰薩克時 薩克卻不敢正面硬剛 藏在霧中躲了起來 還接連偷放秘笈的能劍攻擊我王凱雅 把了 不講武德 滿天密布的亂劍打得我王凱雅進退失距 只好使出精神指令不屈硬扛所有攻擊 與此同時 站在山崖邊的超龍神 趕緊發射199將軍中的迷霧清除 失去迷霧保護的薩克所在之處無所遁形 哪裡逃 薩克為了保命雖然獲出老命狂丟所有暗器 但是對上鐵壁的我王凱雅起不了任何作用 這些無意的舉動只是幫我王凱雅增加氣力值 讓自己早點下戲而已 被這些無聊的把戲激怒的凱 接連使出體術肢節眼前的薩克 純垢氣力值的凱 接著使出天堂與地獄 將薩克一擊倒毀後 把核心拔了出來 在小戶的境界下 結束了這次不平安的旅遊 最後大伯爾霍克將小戶等人移到安全區域 就在小戶準備要感謝大伯爾霍克時 聽到小華在夢裡喊著他的名字 讓小戶臉紅了一下 大伯爾霍克也趁機消失在小戶的眼前 作為地球防衛最後一道防線的隨局總部 從戰鬥及救援用勇者機器人整備和開發 還有基地內部的營運電腦系統 都是源頭寺所開發管理的 然而兩年前還有一位跟源頭寺競爭的同僚 犬廢企 他因為沒有被隨局選中電腦部開發主任而懷恨在心 嘿嘿嘿 兩年前的事很憤怒悔恨吧 讓他們見識一下你的力量吧 結果隨局基地的控制系統卻被沾打抽襲 整個被替換掉了 就連源頭寺都救不回來 設備系統開始無差別攻擊工作人員 不但通訊被切斷 凱也遭受強烈電流衝擊 雙龍甚至被敵人給控制住了 這時源頭寺很快就聯想到是誰動了手腳 敵人更是利用主控式螢幕 顯像與大和長官對視 並且控制基地內的冷卻系統 這不但會影響到基地電力來源的動力爐運作 更糟糕的狀況 會讓爐持續加熱到極限引爆整個基地啊 眾人一時間也一籌莫展 好在這時 博爾霍克帶著小鳳秘密前入基地救援 他們來到疊爆潛水艦內部後 遭遇敵人埋伏於此 博爾霍克遇到任何困難絕不能放棄啊 對 我們永不會放棄的 卷廢奇 你移動到此處就代表你輸定了 沒想到 源頭寺早在潛水艦裡埋了一個捕捉程序 敵人來此觸發陷阱卡被捕獲了 CG也終於躲回基地電腦的控制權 再次敗給源頭寺的拳廢奇徹底被激怒 他掙脫陷阱 掙扎著爬到擊授 竟然跟火王凱亞的備用零件融合了 這次沾閘的外形與火王凱亞十分類似 他離開水面時還嚇壞了在此處逗留的小滑 果然小滑在哪 沾打就在哪啊 博爾霍克劍狀立即三位一體 合體成大博爾霍克迎擊 由於敵人體型過於巨大 任憑大博爾霍克使出連續攻擊 對敵人來說只是搔癢而已 大博爾最終被敵人一拳幹飛吃土 最糟糕的狀況來了 雙龍嚴重損傷無法力使出動 卡也因為火王戰機等載具程序被清除 只能使用吃別模式 該嘎還無法合體 別放棄希望 還有辦法 雖然讓人手動駕駛我王載具 合體機率僅有31.2% 但隨機隊員們都主動請命駕駛 好吧 終極融合 承認 終極融合 不過此時沾打卻偷襲凱的更衣室 還好大博爾即時阻止 在充滿勇氣的隊員們同體一心的努力下 我王凱亞終於合體成功 沾打由於是跟我王凱亞的備料融合 所以也會使用我王凱亞的攻擊招式 而且力量竟然不分伏眾 甚至天堂與地獄演的模仿 還好凱亞的勇氣與技巧更勝一籌 模仿終究打不過正牌的 三打核心最後還是被我王凱亞給強行拔出 剩下就交給小護進捷了 就在大家開心的鬆了一口氣時 凱亞卻突然脫離般昏倒了 沉醉在喜悅的眾人卻沒注意到凱亞的狀況 這天被四天王盯上的是一個不斷重考大學的大叔 靠啊實在是有夠煩啊 呼呼呼 壓力又適時發泄身心才會健康啊 重考大叔畫作沾打不斷破壞各大名校 經由力雄博士的研判是被炮擊所摧毀的 推測這些炮彈體積非常巨大 起碼有80厘米啊 經由武器資料比對很可能是 德軍1930年所建造的列車砲 古斯塔夫 如果加上沾打強化過 以現在隨機所有機器人是無法承受一級炮擊的 於是眾人討論過後只好優先處理炮彈 經由電腦計算 下一發炮彈發射時間是中午12點啊 被瞄準的地點正好是東京帝國大學 沒想到小滬正在東大附近觀看小滑初次舞台表演 小滑也真是有夠帶賽的 他在哪裡危險就在哪裡啊 隨機派遣超龍神第一時間提前抵達現場首呼帶吐 發射199將炮彈引發的爆炸給抹去 可是萬沒想到這次敵人改變策略 瞬間擊發了第二枚炮彈 糟糕只好硬剛啦 還不及應變的超龍神只好舉起胸口盾牌正面抵擋砲擊 但是在爆炸猛烈的衝擊下導致超龍神解體大破 還好東大以及附近居民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好在伯爾霍克經由這次砲擊軌跡計算出了敵人藏身之處 在眾人商討應變之策時 凱突然出現在眾人眼前 我有個好方法 為了受傷的雙龍 我也要拼命阻止敵人大肆破壞 沾打使用軌道將往凱牙捆住 即將迎接凱的僵士 鋼彈GP03D等名場面 零距離砲攻擊 危急時刻 凱集中身至 請大河長官射出空間螺絲起子 千距一法之際 凱即時與螺絲起子對接 發出立場將發射的炮彈給勉強擋住 但是敵人正接著要發射第二發炮彈 此時在基地裡的眾人都非常擔心凱的安危 要是失敗的話就無言見雙龍了 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力拼到底啊 凱硬鋼之下著手整隻報廢 我要給雙龍討個公道 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凱射出爆碎飛弦 直接命中砲管將隻摧毀 把第二發炮彈硬塞回敵人體內 沒想到炮彈搪炸的威力十分驚人 近距離被爆炸漁波衝擊的王凱 失去雙手倒在一旁 還好凱拼了老命緩緩醒了過來 大伯也取出了沾打核心交由小護境界 不過小護隱隱感覺到 凱將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啊 那麼本集的故事就介紹到這邊 身體越來越虛弱的凱 要如何繼續應戰越來越強大的敵人呢? 隨時要使出何種方案 代替我王凱牙的必殺技 天堂與地獄呢? 就請繼續收看 不負責任熱血軍 光之彼端的承諾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